主目新世代台中大魏来欢迎观众朋友回到节目现场 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台中市环保局的主任秘书 张文林 张主秘来到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 台中市的环保相关的一些政策 我们知道一个先进城市的指标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要有大众运输系统 所以我们台中市政府也积极的在推展大众运输 不过大众运输系统我们台中整体的建制 是希望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 这部分是请主密跟大家来做个分享 是 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过 其实在整个生活周遭移动性的这些污染源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排放源 但是如果要让市民能够用其他的交通工具去取代 确实需要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要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大众运输的系统 那现在市政府大概在这个部分 我们推动就是希望能够有捷运化 然后能够有这个铁路还有巴士 跟这个公共的自行车的这一个整个四个系统 把它串起来 所以我们有一个口号叫做Mr. B&B 就是希望将来能够建构这样的一个大众运输系统 让市民能够使用减少私人运聚的一个利用 那降低这个空气污染物的排放量 那想要请教主秘 这个移动式的一个污染源 它真的会造成我们的空气品质变得很差吗 感觉上我们好像会觉得是比较大型的 像活力发电厂或者是一些铁工厂 它们产生的污染源好像会比较多 生活上产生的空气污染真的会很严重吗 是 我想这个部分在刚刚提到过 WHO其实世界卫生组织第一次公告是公告柴油车的引擎 它排放出来的废气是致癌物质 这个讯息一发布的时候 其实是有很多的市民非常的重视 那其实我们台中市政府也率先 就是针对我们公有的这些垃圾车 因为大家去倒垃圾的时候 其实第一时间接触到的就是这个柴油车的排放 那这个对于人体健康的危害 市政府立刻就从空气金编列预算 去装设了这个绿烟器 我们印象中柴油车在行驶过程里面 会排放出很多的黑烟 那这些垃圾车都先装上了这些绿烟器 把它捕捉下来 减少市民朋友在倒垃圾的过程里面 会造成健康的这个危害 那您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有一些工厂甚至电厂 因为它的烟囱很高 所以它排放出来的时候 其实是会扩散出去 所以我也是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提醒市民朋友 其实要去关注空屋这个议题 要注重的是在你生活周遭离你最近的这些排放源 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交通工具 汽机车的排放是一个很大的直接的一个污染的一个贡献的一个排放源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周遭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像刚提到的庙云 它在烧纸前或者是民俗活动 那庆典活动等等这一些 因为离我们的生活环境太近了 所以大家曝露的那个几率跟浓度就会非常的高 其实这部分的影响是市民朋友应该要特别重视的 是 其实这些里面都含有我们刚刚提到的PM2.5的一个部分 会有致癌物在里头 所以其实我们参加不管是说我们停车在怠速等红灯的时候 其实那个废气传出来 虽然现在都是比较新的机车会比较多 但是那个空屋还是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 所以我们才要戴口罩 然后另外可能觉得说经过庙宇在放鞭炮 或是燃烧纸前的时候 我们也会不自主就是会捂住口鼻 其实这是一种很本能的那种保护机制 所以也希望观众朋友就是如果说周遭有这些污染源的时候 自己第一个就是要先做好保护的工作 再来可能就是我们政府这边提到的 就是我们会做一些管制的一个部分 希望大家把这个空污的部分把它降到最低 那主秘就要请教一个问题了 我们之前一直很重视的一个问题就是二行程机车 对不对 希望大家能够态换二行程机车 那现在这个部分有什么样的一个作为了吗 是 二行程机车的污染根据我们的调查 它是四行程机车将近要好几倍的污染的排放量 那目前台中市大概还有22万辆这个车级的这个二行程机车 还在使用当中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政府包括中央跟台中市政府 我们都提出来希望二行程机车的车主能够尽快的这个淘汰 这个二行程机车不要再使用了 那所以我们也相对提出一些补助的奖励的措施 那希望给大家一点补贴 那淘汰之后能够购置这个电动机车或者是自行车 这种比较低排放的这些交通工具来使用 那减少这个二行程机车对环境的污染 是 卓民那现在我们知道说大家都很重视这个PM2.5 以前都是一早起来可能先看一下紫外线指数 现在都变成是先关注一下我们的空气品质 然后今天的状况怎么样 那像这个部分我们台中市政府有没有一些 就是通公告的方式可以让民众很快收到讯息 已经知道说我今天台中市的空气品质状况怎么样 我是不适合出外活动 是 空气品质的监测 其实台中市我们有非常完整的一个监测站 包括环保署的这个测站 还有我们环保局 甚至台电当时建厂的时候 在台中市也布建了空气品质监测站 这一些监测站一共有16个站 我们目前环保局把这一些站的这一些资讯 整合成一个APP 所以如果市民朋友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环保局去查询这个APP 那下载在自己的手机上面 那我们会把这一些资讯整理成 像之前我们说的这个不同的颜色 那用这个颜色来提醒市民朋友 在你要出门去运动或者是要去上班的时候 是不是要有一些自我防护的这一个作为 那这一些资讯都透过手机的APP 即时的提供给我们市民朋友来参考 是好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其实我们知道说 台湾最近就是PN2.5状况很严重 还有中国大陆这边也是一样 还有没有一些国外的城市 其实也有这个状况 那他们有没有一些就是实际上一些政策推行 其实满有成效的 台中市未来也想要来参考看看的呢 是最近我们看到一些网路上的媒体在报导 那比较有名的一个案例是在法国巴黎 那法国巴黎它是一个大家都知道 是一个很浪漫的城市 那这个很多旅游大家都喜欢去 那那个地方巴黎一样遇到一些雾霾的一些困扰 那从我们看到的一些资讯里面来分析是说 在巴黎市里面最大的贡献源还是来自于交通工具 所以在法国巴黎他们就启动了 大家耳熟能详就是所谓的单双号线型的策略 就是单号的这一天那只有车牌 尾数是单号的激速的这一个车号才能够上路 那有很多的配套措施 在他们发生这种空气品质不良的时候 就启动所有的这个紧急应变的作为 那我们台中市政府其实也收集了相关的资料 也找了这个交通局还有相关单位来研商 那初步我们的共识就是希望 刚刚我们提到的大众运输系统的承载的能量 能够尽快把它坚持起来 那未来我们万一台中市如果遇到类似的这种案例的时候 我们可以参考这个法国巴黎市政府他们所执行的一些管制的作为 来做一些必要的管制 是好这个参考法国巴黎 巴黎真的是大家第一个印象就是 它就是很浪漫 我们大家可以在这个塞纳河畔散步喝咖啡 感觉就是一个很舒服的城市 没有想到有PM2.5的问题 好所以这是一个可能全世界一个通 就是一个现在很普遍的一个状况 所以希望大家真的一起来这个以身作则 来做好一个示范 然后能让我们的空气品质更好 这会让我想到一个之前大家也蛮关注的一个议题 就是一个空品禁区 对不对之前有提过这个概念 是这个概念跟大家再分享看看 还有没有可能再继续执行呢 是所谓的空品禁区 就是希望我们在某一些特定的区域里面 能够去限制燃烧石化燃料的车辆去进入 或者是说有经过验证 它的排放是比较干净的 这个车辆才进到这个区域里面来 那我们台中市其实走得还蛮快的 是当时在订定台中市发展低碳城市自治条例里面 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法条的设计 那根据我们的了解 环保署目前在修正空物法的部分 也希望在母法里面定这样的一个条文 也希望在台中市发展低碳城市自治条例公告之后 那有一些网路上面的讯息的传递 造成大家的误会 那以为说骑摩托车骑到台中之后 就必须要起飞 要昌华降落 台中市是要禁止摩托车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做法 那其实它规范是比较特定的区域 比如说像我们当时规划包括水南经贸园区 台中港特定区 那个地方因为很多的卡车在进出 那我们就想说是不是做一些公告 去限制说这种一二期的老旧柴油车 不要进到那个区域去 那减少这个用部分的限制 让车辆能够不要再进到 我们这个特定的区域里面 去污染当地的空气品质 我想这很多的配套措施 我们市政府会仔细的评估完之后 再来跟市民做一些沟通来推动 好的 希望让台中市的空气品质越来越好 那个不用害怕PM2.5的危害 大家可以大口的吸空气 而且是吸的是干净的空气 所以台中市政府环保主要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不管是政策面的 还有一个交通上面的 再来就是我们也推广 八年要种一百万棵树 还有一个大众运输的一个系统 也建构得非常的完善 但是有很好的政策 也很需要民众的一个配合 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 为台中的空气来加油来努力 OK 谢谢主命今天分享 谢谢主持人 好 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台中大未来我们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